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防火墙有这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防火墙 防火墙它是 什么回事 这是讲防火墙的 然后防火墙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还有这个功能 还有各种防火墙的技术 防火墙的布置模式 防火墙的产品介绍 还有防火墙的这个优势点 那么这个重点就是各种防火墙技术 防火墙的体系结构 防火墙的这个布置模式 那么什么是防火墙 防火墙大家都比较了解 那么防火墙呢是设置在被保护网络 和外部网络之间的一道屏的 它本来是把这个局域网 好 这是防火墙的一个基本概念 在没有防火墙的时候啊 没有软件防火墙之前的这个程序和网络之间的 设备时间的通道是直连的 直连的 是吧 没有的时候是直连的 你看就是什么 这是外部网络 这些网络的朋友 有一个技术 真中介 是吧 RHTN BDN PCN INTERNET 你们知道 F.25 听得懂没有 ATM5 有一个网 这些网呢 现在的话呢 现在是用光纤网 这些网的话呢 就是一个外网 加网 然后呢 这些六耳器 这是HAB 这个六耳器 不光是HAB 这个HAB 本来叫极线器 本来手机打电话 突然间加个照相 这个HAB也是的 本来是极线器 加了一个路由 变成立体化了 是吧 有路由 又有 这二个一了 是吧 这个这样子 是内部的这个专门网 外面是外网 外网 是一样的 是美洋车办事处的 在上面的内部的网 是吧 这个呢 就是这个DM的一区 是一个停火区 这个一区 就可以发信mail 啊 保密名啊 保密一些网 在HT去封信 是吧 我们一看HT去封信 到什么 我们网的内容 好 这个不总回事 这个在 这个网络接口 通过网络驱动程序的接口 叫NDIS 网络驱动程序的接口 这是一个 就是一个 这一个网络驱动程序的接口 那一个有机会的接口 NDIS 它有的 它有双网口 是吧 多网口 它有网络有的群 啊 把网络传来的各种报纹 好 这个 例如这个 一台接探机 接下来到 请求内处机上 所有无想之间的数据报纹 NDIS 直接把这个 报纹里面提交给系统 系统 所以我们再处理以后呢 会返回 箱类型 在某些情况下 就会套成 进行箱 因为这个长途 它是没法强的 是吧 哎 你别看这个图 好吗 你们知道这个银行里面 你外部外是没有 外部它是隔离的 所以它隔离 所以它你们都给你看到的 什么银行不离 你看到的地方 是吧 EBB 你们不要看到我们老爷 能够输入病 是吧 然后有一个解释 你被打开 我找到那种 有一个解释 是吧 然后有一个email 就是说你可以在你边 做一些客服 一些处理 好 这个东西 显然它有半个银行 是隔离的 是吧 它是隔离的 正面是有花火墙的 是吧 高墙在哪呢 在嘴里啊 好 这个半个银行 既然通过路由器 进到以后来 巡視 是吧 路由里面有 路由里面有 路由器里面很复杂 路由器里面很复杂 路由器的话呢 这大火墙 这是电的地区 这个 好 这点看的话 它也要好想 是吧 好 尽管 这个NDI-S 接触到的 仍然是原封不动的数据报纹 但是在提交叉系统里 通常它们多了一种防御 所有的数据报纹 都要经过制成机制 根据一个规则判断 这个规则判断就有意思了 这个DDoS攻击 这个DDoS攻击 后来我给你们查一下 这个DDoS攻击 和DDoS攻击 就是一回事了 这个DDoS攻击 就是利用这个PTPIP的 协业的这个缺陷 是吧 DDoS攻击 是分布式的 分布式的这种攻击 是吧 分布到各种地方 好 这个D它也是 因为你这个规则的话 它就对暗地区的 一种过滤 它可以设定暗地区 那么中国常常防火墙呢 也是一样的 好 我要设定暗地区的 这个DDoS攻击 这个规则 这样就来了 那就不能够 不能过 是吧 那么你对DDoS攻击 还是这一样的 这个DDoS攻击 对DDoS攻击 对DDoS攻击 安全的数据上 是怎么办 其他数据的 都是被丢弃 好 因为有规则 也提到 这个内处 共享之类的 行为是危险的 一直在防火墙的 他们下这个 包围里面会被丢弃 这样一来 系统就知道包围 这种事情 是没法的 也就不会把新鞋的泄露出去 好 就是它这个东西的话 它有一个数据安全的东西 它认为是有合法的 安全的数据它就能进来 不安全的数据它就进不来 那就是说好的话要这么进来 假如它认为不安全就进不来 认为安全就进来了 所以它这个呢 当然也不存在就是说 这些已经需要的东西它进不来了 是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那个 做那个共享 就是共享项目的时候 就是数据服务总线 它是用信息已经传递了 有时候就是关掉报告条 可是它认为这个东西 正确所以要发的法 才能进行进行传递 有很多晚间它要求你要使用的时候 就是比如关掉报告条 因为它有时候的报告条 它拦住了你就传天地过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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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